講一下就是有關那個 當然剛剛部分是手動的 如果說你要全自動的話 當然有三個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我覺得 反正難度有點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這個也許我們可以最少就是做出這個 用函數的方法來做 然後這個地方我多寫了一個就是 到底他跑了多久 跑了6秒多 也顯示出來 就開頭的地方增加一個計時器 結束的時候做一個計時器把兩個箱錢 就知道跑多久了 然後用那個字串的方式來做 大概1秒多 應該快一點 另外還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表單 一個進度 感覺好像會比較 友善一點點 不過1秒多好像 這有點多餘 所以跑了10幾秒 可能會比較有需要 不然你跑1秒多 一般user不太會有感覺 不過 主要用意是 如果你可以跑一個類似像這個東西 出來的話 感覺會比較 讓使用者知道說 你到底跑的進度如何 尤其是更大量的資料 更大量的資料 這個地方跑起來 就會有 有他的必要性 所以呢 怎麼樣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子 那基本上一樣 不然就跑個回圈 不過這回圈可能要 跨工作表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一樣是怎麼樣 這個地方我看一下 這個 不是這個 我是直接 存取 然後直接把東西丟過來 直接就丟過來 然後 還有就是這個表單部分 那怎麼做 我想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雲端 或者是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前面講過的 然後 待會我們再來看 就是做到怎麼樣呢 那以後按個按鈕就好了 也不用說 剛剛做那麼多 第一個 黑名單 先建一個黑名單 然後再 Count 然後再怎麼樣 把它用篩選 然後再 複製貼過去 其實這個部分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用錄製劇期的方法 說不定也可以達到 你要的 結果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不用那個 錄製劇期的方式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這個可能就是 需要思考幾個點 我demo一下 那一樣的按下去 它要怎麼樣 把所有的東西 通通幫你摳過來 不過這邊的話 可能會牽涉到幾個點 就是第一個 它是跨的工作表 那所謂跨工作表 就是說因為你現在的工作表 是在這裡 那 可是你要比對的是在第一個 也就是說那個 你要讓 這個 come if 當我這裡要用函數 只是用come if 函數 讓它 產生結果 然後呢 結果裡面的如果是 數字是大於等於1啦 表示說 它可能 就是 不是可能 就一定是黑名單裡面有的 那我再把它 摳過來 摳到哪裡呢 摳到這邊來 所以 這邊的話會做了蠻多的事情 而且是跨了工作表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裡面我的撰寫 大概寫哪些東西 基本上呢 跟剛剛 那個什麼呢 前七名的很像 找那個前七名那個 第一個當然你要確定幾件事 就第一個 你要放在第幾列 好那 我前面是用J啦 不過我這邊是用K啦 反正意思是一樣的 哪一列 那我做什麼呢 看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 程式其實並不複雜 畫面借我一下 直接看 這邊可能看 不是那麼清楚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一樣 插入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 名稱也許叫做 查詢黑名單的函數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這一邊呢 第一個是清空啦 清空這個範圍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 不清空你可以額外增加一個按鈕是清空 那我這邊是什麼 把 第一欄 給清空 第一欄給清空 不過你會發現前面我多一個序則 挖虎三 其實指的是第三個 工作表的意思 不過如果說你將來 確定你按下執行的按鈕是在第三個工作表的話 那其實這個可以不要 可以把它拿掉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你剛剛說那個清空是什麼 Range 哪個範圍 點 ClearContent 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這邊用 什麼呢 Colon E呢 啊實際上到底很簡單嘛 因為 如果你用Range 你還要知道這裡面到底有多少個寫出來的程式一定會比這個長 為什麼 因為你要先知道A1 再到最下面 對不對 那你不如怎麼樣 直接點一下 按Delete 這樣會不會比較快 應該比較快吧 反正不管了 你有裡面 A欄裡面有東西的 就幫我清空 那 A欄裡面有東西幫我清空 在VBA裡面怎麼敘述 很簡單嘛 Colon 加S喔 有沒有 為什麼因為很多藍嘛 所以你會發現 物件的名稱 後面一定會有S 有沒有像Sales Shits 有沒有 Shits就是那個工作表名稱嘛 那Colens指的是藍 然後面如果給E的話 表示是D藍 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用那個 不要用E啊 我可不可以用這樣子 可以嗎 有沒有 如果不用E啊 用A可不可以 其實試試看就知道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可以 OK 所以兩種方法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有多藍的話 比如說我A藍到F藍 我可不可以A藍到F藍清掉 可以啊 你就是加一個冒號 F 這樣就是 等於是A到F藍裡面的資料 全部幫我清空 OK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啦 OK 那我們因為只要清空的是 A藍 那其實這樣 這樣的敘述可能會比較好理解 好 第一個就是把裡面原來的舊資料清空 第二個的話呢 K等於E 那K是甚麼意思呢 K就是說 將來那個黑名單的Email 因為我要把它call過來 所以呢我需要 給他一個初始的位置 那一定是在 查詢結果的第1列 那如果找到第2個就是第2列 第3列 K一直往下 對不對 所以那個K的值呢 後面一定會有K等於K加1 為什麼 因為 一直要往下 跟剛剛那個 前期那個很像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其實跟 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就是第一個回圈 查詢名單 但是就是 這邊打個雙引號 不過因為才3個啦 你乾脆用數字好了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然後呢 他的A1 向下去偵測 到的列 總共有幾個 你要查的名單嘛 反正他向下抓 你一直回圈一直跑就對了 再來的話呢 我需要怎麼樣 把那個 我們 Counts if 這個公式有沒有 這個公式就剛剛我們產生的公式 也就是說我在查詢名單 這個地方不是有個這個名單 這個對不對 我把它Copy 那因為我這邊是用直接把公式丟過去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直接 在 續著第一個工作表的B欄 放什麼呢 放剛剛那個公式 因為這個列號會一直往下 所以A 後面這個是他的列號 2345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讓他去執行 那執行之後 那我會得到一個結果 如果呢 B欄的結果 他是大於等於1的話 那表示什麼 他就是在黑名單裡面 那我要做什麼呢 幫我把那個東西 Core過來 Core過來怎麼Core 因為他 我要Core的目標在 第3 的 有沒有 第3個在這裡 記得喔 一定是後面Core到前面 後面的一定是第1個工作表 裡面查到的東西 在A欄 OK 那一定是I列 這個不變 Core到這邊的話 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 K列 因為K的話 一定從第1個 的A欄 OK 然後第3個工作表 Core過來之後的話 做什麼呢 再把K 累加 就是在加1 他一直往下跑 一直往下跑 所以你會發現 我這邊執行給各位看 一直往下跑 有沒有 他就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K的值呢 會一直加1加1加1 找到之後就Core過來 OK 不過呢 這個地方 好像 如果說可以怎麼樣 來個 狀態列 讓我知道 跑的進度到哪裡的話 那會是更好的 不過等一下 可能這個會是稍微進階一點點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增加一個什麼 查詢的黑名 那裡面多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 就一個狀態列 那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之前 在前幾期交的時候 都是用 另外引用一個 所謂的那個狀態列的 一個元件 那個元件 就是剛剛看到 他中間會 就是會有那個分隔 那個元件 其實已經很好用 但是 後來發現一個問題 那個 狀態列 那個元件 在32位元的環境下 可以使用 可是呢 在64位元的環境下 就不能使用了 應該知道 32位元跟64 因為現在Wind Windows 7 有分32跟64 那Windows XP 都是32 Windows 8 大部分都是64 Windows 10 好像大部分也都是64 所以這樣很麻煩 你還分什麼 32跟64 那很多人更搞不懂 所以後來我乾脆 把它 改一下 我不要用那個狀態列 我用什麼 我用這個 Label 就是用那個標籤 那你想說標籤能做狀態列嗎 當然可以啊 我只要做什麼呢 控制它的 寬度就可以了 本來它初始化 的時候是 完全是 這個寬度 完全是看不到 那等到它一直往下跑跑跑跑跑 到這邊的時候 等於是一直增加嘛 那全部跑完之後呢 再把這個 表單給關起來 那不就完成我要的這個目的了嗎 OK 不過這有點難度啦 所以 這個要不要講 因為剛才我發現 還是對各位來說有點 有點難啦 但是這個東西是錦上添花啦 如果你會的話 可以感覺到應該會比較專業一點點 但是你如果不會的話感覺好像 就好像有點好像沒有學到真正的這個 VBA的精髓 所以像 上禮拜講的那個題目就有同學跑來問 他還蠻用功的 他把那個 程式碼全部印下來 印得很精美 然後還真的做筆記啦 當然這個可能就是 有想要多學一點 那當然你就自己再去 去去去裡面去做 如果 實在是可能 目前已經飽和的話 可能你腦袋已經塞不下 也是對各位是一種 沒關係等一下我會快速的把這些 也許甚至我把這個 放在雲端上給給你們啦 然後你們 有需要的同學 再自己 把它run一下啦 這個可能就是 看客人同學 這個程度而定 好吧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地方 那個 剛剛的程式碼在這裡 可以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